配合教育部幼委員防災教育親子供學政策 南投縣政府結合公益中心防災公益實作 以及美學士級 以去過闖婚遊戲帶著親子認識 並且實際操作 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提升大家防災應變努力 我覺得還滿有意義的 就是讓小朋友可以在玩樂中 然後知道說怎麼防災 那以後如果有遇到緊急狀況的話 比較不會太慌亂 我覺得還滿需要 尤其是現在地震還滿頻繁的 然後因為學校平常就有在演練 然後有在教他們要怎麼去 譬如說地震的時候 你一定要趕快保護自己的頭 然後還有像掩護 然後要穩住 然後就是像他如果遇到地震的時候 他會跟我講說 媽媽你要冷靜一點喔 我們如果有門 我們要趕快往外跑 我覺得這樣還滿不錯的 縣府首都舉辦 幼兒園防災控油 控學嘉年華 來自各縣市 20個防災機用單位一起參與 讓孩子進行多元化的生活防災學習 搭配平時在校所學知識來提升防災成效 我們這個關卡是請小朋友 只要念火災的密碼 然後比出動作 告訴他們火災的時候要怎麼樣避難 就可以闖關成功 那因為火災的時候 其實農煙是最大的殺手 所以我們第一個口號就是 火災農煙是殺手 那沒有看到農煙的話就趕快往下跑 然後看到農煙要關門 然後再教爸爸媽媽說 怎麼樣是一個安全的房間 像浴室有塑膠的門就不能躲 然後再用這個模擬屋去模擬農煙 是怎麼樣往上走啊 或是他的會是怎麼散發出來的 對 因為我們學校的潛世災害是地震 那每個學校跟每個地區的潛世災害 可能不太一樣 那我們藉由這個平時的防災教育 把這個防災的部分 融入到我們的課程裡面 然後讓小朋友在平常的學習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可能也會跟 XDGs的相關的議題來進行結合 那讓小朋友對於防災的部分 都很有公視 然後也對自己怎麼樣保護自己的 一個人身安全都很有一些經驗 對 那我們在防災的部分 做得蠻徹底的 那也藉由這個活動 然後讓家長呢 能夠看到我們平常呢 很重視防災這項議題跟教學 活動以遊戲的方式 融入失和幼額的關卡 藉由親子共同完成任務 培養防災應變能力 我們今天在草屯手工藝研究園區 辦理我們南投縣政府 首次的這個幼兒園防災 共有共學的一個嘉年華活動 我們在這個活動當中 總共有20個防災教育推廣 非常優良的單位 來有這個闖關的一個攤位 我們透過遊戲讓幼兒園的小朋友 能夠將防災自救的觀念 生殖在腦海中 同時能夠知道這個防災的一個重要性 我們希望幼兒園的一個防災教育 能夠扎根 在幼兒園的幼兒的時候就能夠來強化 那這個防災的一個活動 我們透過了不同的一個多元的豐富的 預教娛樂的遊戲 讓小朋友可以共同來體驗 同時也了解防災的一個重要性 藉此各單位合力投入最小活動 一起加強幼兒園的防災能力 記者純運至趙明正採訪報導